新庄捷运幸福站新建停车厂工程 在今年10月份正式开工了 当天新北市长侯友宜亲自主持这项动土典礼 并表示这座停车厂预计在112年完工 渴望有效疏解在地停车空间不足的问题 而对于这项工程顺利开工 新北市长蒋根黄也感谢市长推动新庄交通建设 相信停车厂完工之后 可以满足捷运转成民众的停车需求 为提升新庄捷运幸福站转成及周边停车机能 新北市赤支两亿千千多万元新建幸福站立体停车厂 市长侯友宜亲自主持新建停车厂的开工动土典礼 并表示在112年完工之后 将有效疏解停车厂空间不足的问题 带动区域的整体发展 捷运幸福站立体停车厂今天开工动土 我们经费有两亿七千多万 即将盖出109个停车位 374个机车停车位 来衔接我们的幸福站 让我们新庄地区的发展 又有捷运立体停车站 结合捷运供货 让这个地方的区域发展不断的往前提升 让我们的生活品质会更好 新庄捷运幸福站停车厂举行开工动土典礼 为大平民地区的节育线 为新庄带来更便宜的大众运输亡 民众转成的平革需求 也同时大分的增加 在这也要感谢佛市长团队 以及市府中央前程预算 新建决议的幸福站停车厂 提供更完善的现代停车方向 也希望市府能够在市府继续推动大局的建设 这座地下一层地上四层的立体停车厂 预留八层楼的空间 未来将随区发展持续新增停车阁 同时规划修起娱乐空间 活化土地利用 满足民众更多元的需求 记者黄又贤新中报导 以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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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